恩权清晨甘露 谦卑的人上帝必然拯救 岳伯记二十二章二十九节 一天早晨收到了一则短讯说 今早得知有一位传道人的太太得了癌症 已无法开刀了 想请问我们并没有报名参加 不知道可否参加星期六恩权医治特会呢 我问他的身体状况方便出来聚会吗 就这样我们往返一两则短讯之后 他最后回复 牧师平安 谢谢你的热心回复 那位传道人的太太说 医治主权在于上帝 所以不方便参加 原来他们是某某大教会体系的传道人 有不同的想法 我好像多管闲事了 我惋惜地回应他说 没有关系 是的 医治的主权在于神 但人的心可目 要以行动来表示 你多一点行动 自己也不会后悔的 有人以信心及仰望为理由 来推迟接受教会以外的祷告 试问 旧约时代亚兰国的乃曼将军 在智德意满的时候得了大麻风 却听见一位毫无地位的以色列小卑女的建言 去找远在以色列国的先知 圣经记载 亚兰王的元帅乃曼 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 因为耶和华 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 他又是大能的勇士 只是长了大麻风 从短短的几句经文中回见 乃曼心中仍念念不忘的是自己的身份 是的 身份及骄傲是他的高墙 今天许多所谓成功的教会 或是大教会 所走的路不就是乃曼的路吗 由权势及制度 足起了一道又高又厚的高墙 却在墙里面高声呐喊 我们是无强的教会 我们要建立无强的国度 亲爱的朋友 是否你也感觉到痛心呢 是否也为上帝的国度而忧伤呢 你知道吗 真正的无强 唯有在耶稣基督里 唯有披上谦卑 学习乃曼最终的下去 放下身份 谦卑是破除高墙的利器 是得意志的关键行动 愿上帝赐福你有个愉快的一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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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